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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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在深深不息宝岛记压轴场以飞行嘉宾的方式来到了宝岛记 还在下半场独唱歌曲《我是一条鱼》给宝岛记画上了阵容的圆满句号 温柔是五月天的清典代表作 而五月天在刚出道的时候又是任贤奇带出来的 虽然做是五月天半个老师自然关系很不错 演唱五月天的歌曲相信也是任贤奇主动选择的 杨宗伟和热狗的合作则是很有期待感 两人一进一动风格天壤之别 不知道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第二轮黄岐山和华晨云演唱 归零PK张信哲演唱的人啊 黄岐山和华晨云的合作也是不少网友高深期待的 两个都是铁肺歌者 据现场观众的repo 华晨云这首歌曲已经达到了嗨C 乃至嗨G 由此可见华晨云的唱功实力 是很多男歌手所不能及的 张信哲演唱的人啊 又是一首站桩式的歌曲 很适合张信哲个人solo 和华晨云黄岐山的高音也形成了不少的反差 第三轮 那音魏如轩演唱原点 PK张绍涵演唱小情歌 两首歌曲都是非常经典的宝岛音乐 吴清风细腻婉转的嗓音 和张绍涵的婉转嗓音不谋而合 相信这一次张绍涵的个人solo会赢 第四轮 张震月 忙于忙 PK张节目文位 无语伦比的美丽 这一次请来的飞行嘉宾 相比于前四期都是宝岛记的老咖了 也有自己的独唱曲目 张震月在P歌亮相之后 收获了不少的人气 和张节目文位PK属于强强对峙 这一轮成绩票数应该会拉得很近 下半场 开场就是两位重磅飞行歌手的歌曲独唱时间 张震月演唱小雨加爱我别走串烧 任贤其演唱我是一只鱼 两位歌手这两首歌曲都属于是表演曲目 不参与敬演 其实任贤其也可以带来几首串烧歌曲 现场氛围感会更好 第一轮敬演 华晨与张震月 魏如轩演唱的静止 PK莫文位热狗的也许 华晨与张震月 魏如轩三个人的风格各不相同 而莫文位热狗两个人更是风格酒意 这两组歌手对峙的话会很有看点 舞台改编风评也会要么超级好听 要么就背评不协调 值得期待 第二轮敬演 黄岐山任贤其合唱 别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PK张杰的三月 别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是齐情的一首歌曲 歌曲旋律舒缓 是一首悲情歌曲 歌曲曲风很适合任贤其 黄岐山歌手对唱 张杰则是又独唱了 成为宝岛季节目的亲孩子 一共五轮公演 张杰独唱了三场 成为本届宝岛季独唱数量最多的歌手 第三轮敬演 那一演唱掉了 PK张庆哲全员演唱 道香 说到宝岛季选歌 男歌手周杰伦 女歌手孙燕兹 真的每一场公演 都有他们的歌曲 两位歌手的音乐 也是宝岛音乐 极具代表性的歌曲 道香 欢托的旋律 也十分适合全员合唱 第五轮公演 则为宝岛季赛季最后一次公演 下一次的演出 将会是宝岛季 金曲盛典的收官期 这一轮公演 你们最期待哪个舞台